男孩为了赚钱养家 穿上女装做起了会所兼职 不料却被学长看上 展开了强势追求 今天又是被沐俊琛点中的一天 他突然问了一个极其冒昧的问题 六儿 我能帮你出去一趟吗 陆怀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要求 你不会是要带我去宾馆吗 沐俊琛生怕被误会 胆忙做起身来解释 是想让他假装女朋友去参加同学聚会 然而还没等陆怀拒绝 沐俊琛就趴在他的背上 求你了 跟我去吧 六儿 男人撒娇的威力可想而知 直接给陆怀恶心跑了 回到更衣室后 陆怀卸掉了假发 终于恢复了男儿身 如果不是相依为命的外婆病主 他才不会穿上女装上中的 其实陆怀也是个可爱的男孩子呢 回到教室后 同学们都以怪异的目光盯着他 朋友陆广州给他带来了两个坏消息 贫困生的补助名单里没有他 而且班主任又在催他补交血费了 陆怀沉思良久 还是打算把兼职做下去 此时慕俊琛正享受着掏耳朵的乐趣 陆怀疑惑的问他哼哼唧唧的干嘛 真的有那么舒服吗 很舒服的 要不我给你弄梦 陆怀激动的站起身来表示拒绝 胸前的晃动险些让慕俊琛原地去世 陆怀扯了扯衣领 生怕橘子顺着衣领掉下去 陆怀也怕被误会橙色狼 就扯开话题 说棒棒糖舔着才好吃 陆怀并没有察觉不对 伸出舌头舔了舔 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多味道 慕俊琛捂着脸又换了话题 问五百块能不能陪自己出去一趟 陆怀都惊呆了 一晚上五百 这都抵得上兼职一个月的收入 当即决定接了这趟活 同事们知道陆怀的打算后纷纷给出意见 还强行扒光他的衣服 给众筹了一套非常卡外衣的JK装 同事打量一番不由的感慨 弟弟这么性感不会被那个帅哥怎么样的 另一位小姐姐接过话 没关系的弟弟 到时候掏出来和他PK一下 比他还大吓死他 陆怀被女流氓们编排得哑口无言 然后就被他们推到了门口 慕俊琛今天的打扮格外的帅气 可陆怀的新装扮显然更胜一丑 竟直接给他看呆了 糟糕 是恋爱的感觉 五百块的诱惑到底有多大 竟能让学弟扮成萌妹子和学长约会 坐上学长的车后 陆怀整个人都紧张得要命 慕俊琛也偷偷地瞟了一眼 发现和对方对视后 尴尬的装作要给陆怀借安全带 神奇地发现对方的体香好好闻 紧张到整个人都坐直了身体 六儿 你身上的味道真香 那是我的胸 我也闻到了 而且很想吃 不过陆怀也只敢在心里想想 转身看向慕俊琛 那明天我给你带个橘子吃吧 慕俊琛自然乐意至己 眼睛开心地露出了小月牙 两人很快就到了聚会地点 酒吧鱼龙混杂的什么人都有 慕俊琛看出陆怀有些紧张 便温柔地表示让他抓紧自己的袖子 陆怀愣了一下 乖乖地听话照做了 看到单身许久的慕俊琛带着妹子们 同学们显然是不相信他的 纷纷议论他这是找了个租借女友 还喜红让他们亲一个 要不然就是假装的情侣 慕俊琛自然护着自家小可爱 拿起酒杯就找带头起婚的人喝酒去 陆怀不由地担心起来 如果喝多了还得自己给他扛回去 便贴过去表示假装亲一下好了 要不然他们可不会放过你的 然后就用外套罩在头上缓缓靠向对方 慕俊琛嘴唇抖了抖 呼吸着迷人的香味 片刻后陆怀揭开了外套 大家这才放过了他们 慕俊琛羞涩地站了起来表示去趟洗手间 其实是为了扶着二弟吧 前脚他刚走 寸头就蹭向陆怀 夸他气质很特别能不能认识一些 老子群下不比你少点啥 气质当然特别 陆怀一边吐槽一边挪了挪身子 可寸头不依不饶地举起酒杯 这个很好喝的 不尝尝吗 陆怀也是第一次来酒的 抱着湿湿的态度尝了一小口 发现味道还挺好的 便将整杯酒灌了下去 慕俊琛刚走出卫生间 就看到寸头猥琐地把咸猪手伸向陆怀 愤怒地揪着寸头的脸子 狠狠地打了他一拳 好好的同学聚会在双方的混战中草草结束 慕俊琛怜惜地拉了拉陆怀的小手 紧接着就带他来到了洗手间 不由分说地帮对方洗了洗手 然后就拉着陆怀上了车 陆怀很是疑惑地看向对方 我的手也不脏啊 为什么帮我洗手 慕俊琛委屈得不行 你的手我都没摸过呢 陆怀一听瞬间释然了 喜欢摸别人手啊 多大点事 我的手给你摸好不好 慕俊琛闻眼两眼放光 咕咚咽了口口水 小心翼翼地用大手包裹住陆怀的小手 陆怀实在搞不明白有什么好摸的 不过看着慕俊琛一脸吃汗样 也实在不好问些什么 毕竟摸一摸就能挣500块钱呢 谁能想到小手柔嫩的魔力 其实是个高中小政坛 而且还被破和金主揭露 慕俊琛因此也缠上了陆怀 就连写作业也忘不了先点中 因为他不想让自家小可爱给别人啊 陆怀问他为什么每天晚上都要来点中 慕俊琛忧愿地看了他一眼 因为我喜欢的女孩子在这里上班了 陆怀顿时觉醒了八卦之心 是二号还是八号 到底是哪个济世啊 慕俊琛一脸的悲心 是个脑子有点问题的女孩子 我们会所有这样的人吗 陆怀想了半天都没找到所谓的傻女 慕俊琛欲言又止 刚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就被陆怀未来的牛肉干堵住了 只觉得味道出奇的棒 不愧是女神亲手味的零食 为了自家小可爱的人身安全 慕俊琛特意交代不要大晚上出去 否则会被人犯子卖 陆怀无语极了 我又不值钱 别人买我干吗 慕俊琛满眼都是担忧 你那么漂亮肯定有人愿意花大价钱 毕竟除了傻点力气看 欧派小了一点点 就没有什么缺点 这个话题显然超出了陆怀能应付的 慕俊琛此时才反应过来 结结巴巴地解释道 拍了拍她的肩膀 没关系的我又不嫌弃你肩膀 到什么歉了 喜了慕俊琛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抓住她的手 这是我这几天亲手做的项链 我想送给你 你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啊 紧接着就摆出一副满脸期待的神情 陆怀直接被整猛了 虽然心里还有些小感动 不过貌似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特么的老子也是的哪里 要不要掏出来跟你比比啊 于是便推开陆俊琛的手 我不能当你女朋友 而且会所里那么多小姐姐都很紧 可还没等她说完就被慕俊琛打破 他们可不可爱跟我有什么关系 陆怀被她的大嗓门吓得连连覆态 慕俊琛这才恢复了网约的生气 我们认识这么久 难道你就没喜欢过我 陆怀沉默了 喜欢你个毛线 老子掏出来给你 不得吓死你了 可是就这一个精子 万一吓跑了还怎么正行 男孩只因为家境贫寒 就总被室友们瞧不起 还趁他洗澡的时候 把他唯一的外套给撕破了 陆怀显然已经习惯了他们的霸凌 最担心的还是明天就要去看外婆了 也不知道天气会不会变了 陆怀回到家后发现门窗反锁着 叫了好多遍外婆都没有开门 情急之下不顾擦伤把手伸进门缝 忍着剧烈的疼痛才挑开门栓 推门就看到了趴在地上的外婆 陆怀脑袋一猛 浑身直冒冷汗 三步并坐两步地冲了过去 好在外婆并无大爱她才松了口气 外婆被扶上床后 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满满的关怀 怀怀你穿这么少会冻着的 这可是把她从小养到大的老王 舅舅只是因为怕花钱 从来不管她的亲生母亲 年纪轻轻的表妹也是一副泼妇的嘴脸 可舅舅简直就是一秋之河 陆怀只是想带姥姥去医院检查一下 就被舅舅劈头盖脸的一顿指责 还把她赶出了家门 可是姥姥的病情实在不能耽误 好在之前穆俊称送她了个旧手机 这才打电话找老板预支了五千块 把姥姥送进了医院 老板自然不是善心大法 她告诉陆怀总点她的熟客人 可不是一般的有钱人 如果把她搞定就不缺钱花了 陆怀歪了歪脑袋 是啊 她每天找我点单的 老板恨铁不成钢的叹了口气 有时候用点手段其实没什么的 然后就递给陆怀一个盒子 神秘兮兮的表示以后别再塞橘子了 用这个不容易露馅的 陆怀去洗手间带上了秘密武器 试了尸手感的确比橘子舒服多了 正当她想要出去时 突然看到一个光头和二号姐姐正抱着肯 她下意识地躲进阁间里 只听到外面传来一道娇柔的女声 王总 摸的话可是另外的价钱 陆怀震惊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男孩为了给外婆看病 无奈扮成小萝莉在会所兼职 二号小姐姐非常照顾她 每天点你的金主明明很喜欢你 可以找机会问问 轻一下午时行步 她保准会同意的 反正都是男的你又不吃亏 陆怀还没来得及反驳 就被她一把推进了包间 迎面就撞上了满眼惊艳的慕俊琛 香喷喷的猪蹄味飘了过来 把她馋得差点灵魂出窍 可把慕俊琛心疼坏了 她像恶鬼一样抓起猪蹄就啃 慕俊琛温柔地看了她一眼 然后就像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 再回来使手上提了两份外卖 陆怀抱怨她太过浪费了 慕俊琛却不以为意 还细心地掰开筷子递到她手上 因为你很饿啊 慕俊琛的声音有些委屈 叹尼勒的眼里都有泪花了 陆怀心里感动极了 眼泪止不住地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慕俊琛贴心地递来卫生纸 随后认真的询问能不能摸摸她的脑袋 陆怀自然是拒绝的 慕俊琛的俊脸上爬满了失落 转眼又见嗖嗖地表示 哥哥我偏要摸 她得逞后阳光的笑脸也感染了陆怀 心想要真有这么个哥哥该多好啊 就在这时慕俊琛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 说是送给陆怀的小礼物 能让慕俊琛这个骚仔脸红的 八成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过他可怜巴巴的模样实在让人难以拒绝 陆怀只好心软地表示 还是先看看是什么东西吧 他忐忑地打开盒子直接看傻了 一看就知道是挂脖子的饰品 还有个小铃铛 怎么看都不像给人带的东西啊 不过实在不好拒绝慕俊琛琛的心意 只好勉为其难地收下了 然后说等自己挣钱了 也回他一件小礼物 慕俊琛火热的眼神中明显是误会什么 陆怀赶忙解释别想多了 把你当朋友 可不是喜欢你才送的 你那么帅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女朋友的 慕俊琛被发了好人讨 伤心地爬上窗户嚷嚷着不打算活了 陆怀无语极了 虽然知道他不会真调 还是象征性地劝了劝 慕俊琛不知怎么地突然愣住了 原来是发现自己小可爱的嘴巴 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帅气的高中生小鸽子 穿上卡哇伊的JK裙 再涂一点点小口红 让人有种想要偷偷尝一口的感觉有目的 慕俊琛激动地询问 是不是为了我而涂的口红 特别卡哇伊 我特别喜欢 陆怀刚要解释却被对方打断 不涂口红也好看 你所有的样子我都喜欢 陆怀目瞪狗呆 真想拿小本人把他的话都记下来 以后泡妹子用 慕俊琛一头雾水地看着陆 我撩你呢 怎么不给点粉 陆怀有些迷茫地盯着他 那我应该什么反应 你应该闭上眼睛 享受自己正在花海云长阳的 陆怀好歹在会所里见过一些市民 自然不是傻 慕俊琛 你不会是想偷偷亲我吧 慕俊琛的脸瞬间爆红露出一副品质的门 可能是 我可以亲你了 陆怀陷入了究竟 是掀开群之吓死 还是收五十块钱的 不过比起这些他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要问 慕俊琛你是初吻吗 如果亲过别人的话 亲一亲我也是没有关系 不过初吻还在等 我希望你能留给最新 话没说完就被慕俊琛的火花抖上 两久他才将慕俊琛松开 陆怀大脑直接死结了 拍了拍砰砰直跳的小心脏 慕俊琛小心翼地问他是不是初吻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激动得都快昏过嘴 六儿我也是初吻 看他那架势颇有再来一次的姿态 陆怀直接火冒三丈 你初吻干嘛还要亲我 慕俊琛凌乱了 都是初吻 我为什么不能亲你 当然不一样了 你不应该把初吻给我了 陆怀心里内就急了 心想当他知道自己是男的 不知道会有多崩溃呢 想到这里他便诚恳地向慕俊琛道了歉 慕俊琛微微皱眉 为什么要道歉啊 你是可爱的女孩子 我是个操汉子 是我太过轻浮冒犯了你 应该是我道歉的 不过既然你非认为是自己错了 要不就再轻一下五肠 陆怀文言经地连连后续 不轻了不轻了 嘴巴疼 俗话说小别胜新婚 陆怀就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终于又见到慕俊琛哥哥了 慕俊琛生怕他误会 连忙解释绝对不会再偷亲他了 这次只是乖乖推个背形吗 陆怀点点头明嘴笑了笑 既然这样就躺床上我们开始吧 慕俊琛趴在按摩床上享受着 突然转过头小声地说了句对不起 不应该自以为是 对他做那么过分的事情 陆怀不以为意地表示没关系 也没多么过分 慕俊琛激动地翻身坐了起来 都亲你嘴了还不过分吗 陆怀完全没当一回事 心里想着 哎呀 都是哥们谁跟谁啊 可慕俊琛却不依不饶 难道所有的客人你都能接受吗 可我救你一个客人啊 话刚说完陆怀就后悔了 这样说的话 骚仔八成又得误会了 然后便转身跑向更衣室 说有个东西还给他 不多久就拿着慕俊琛以前送的礼物回来 慕俊琛的语气很是郁闷 我都送你了 为什么还要还给我 六儿你看盒子里面有钱了 肯定是老板藏的私房钱 我们一人一半吧 他的演技太过浮夸 陆怀根本不信 表示如果是老板的我会送回去的 慕俊琛闻言瞬间心虚了 把钱胡乱的塞进了裤子口袋里 愣了一会儿后突然瞳孔放大 一溜烟的跑了出去 交代陆怀稍微等他一下 一分钟后就回来了 表示已经买了钟可以把他带走了 保证只是去散散步 绝对不会去宾馆的 可是点钟真的好贵的 陆怀说什么也不同意 非要拉着他去退钱 慕俊琛自然不肯 这样你的提成不是更多吗 陆怀想了想外婆的医药费 最终还是答应了 那行吧 不过只能这一次哦 慕俊琛开心的拿起自己的外套 贴心的帮陆怀披上 外面很冷的别动着了 两人在大街上压马路时 突然有一辆车急迟而过 差点撞到陆怀 好在慕俊琛眼疾手快拉了他一把 陆怀趴在慕俊琛怀里心砰砰直跳 坏了 怎么会有一种心动的感觉 男孩为了给外婆凑钱看病 白天在大街上发传单 晚上还穿着JK在会所里做兼职 陆怀坐在员工室等了好久都没上中 便来到前台询问 小姐姐却告诉他慕俊琛早就预约过了 可是打开201的房门却根本没见到人 没办法只能等慕俊琛过来 可等到快下中都没等到他来 全然不知就在门口的不远处 慕俊琛正面色复杂地盯着他看了 晚上回教室上自习的时候 甲犬嘴贱地嘲讽他 破衣服怎么又缝好穿上了 关你屁事 陆怀冲着对方就是一声吼 整个教室瞬间安静了下了 陆怀忽视了所有人的目光转身就走 回到位置上就开始了复习 听到女神和同桌议论他的时候 不由得一阵后悟 这下不会给女神留下坏印象吧 这一切都怪慕俊琛 从晚上没见到他之后就心里莫名的烦躁 下课回到寝室后甲犬又过来挑食了 陆怀实在忍无可忍 抓着他使劲地抡了一拳 一向温柔的小绵羊竟然罕见地动了手 甲犬了好一会儿才展开还机 好在室友们及时把他们拉开了 罗广州这才发现今天的陆怀 好像心里总是憋着一股火气 又到了晚上兼职的时候 前台告诉陆怀今天没有预约 可以轮牌上中了 他点了点头 心里莫名的有种失落感 二号小姐姐看到陆怀后打了个招呼 问他怎么白天还去发传单 那能挣几个钱啊 只要放得开挣钱还不是洒洒水吧 昨天我就挣了八百多呢 陆怀文言顿时两眼放光 姐姐你好厉害 能不能教教我呀 我真的特别缺钱 你真的想知道 陆怀点了点头 小姐姐二话不说便带着他进了更衣室 给他拿来一套新衣服让他换上 不得不说 解锁了女仆装的陆怀更加迷人了 小姐姐贴在他的耳边说了些话 陆怀顿时脸红的都不行了 这种事情怎么可以 太羞耻了吧 可就在这时广播报了他的功耗 没办法只能先去工作了 这还是他第一次接触除了慕俊琛之外的客人 众所周知 女装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就这期待的眼神 你们就应该知道 小慕慕肯定没有什么坏心思 慕氏呢是将士 告别了JK去 六儿第一次换上了女服装 以为慕俊琛不会来了 他做好了心理建设 决定开启新的争承 然而推开门的那一场 映入眼帘的 依旧是那张熟悉的脸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让六儿高兴得不要不要 慕俊琛则慌忙地解释 自己不是来纠缠了 还说不会再欺负他之类的屁 老色P表示 你不欺负他我们看什么 书归正转 六儿鸣嘴轻笑表示都懂 随后指了指唐 他说的 废话少说 请开始你的表演 伴随着六儿的食指 然后背上游 慕俊琛脸上浮上一脸飞红 接着二人在这暧昧的氛围中 互相道歉 更是围绕着之前的相吻 喋喋喋不休 六儿讲话了 那有什么对于说 只是氛围道 不做点事啊 对不起观众们 并告诉慕俊琛 莫要放在心上 慕俊琛听死那孩了 是我亲你没关系 还是所有客人亲你都没有关系 天然呆的六儿 没听出其中的孩子 只是非常直白地说道 我就只有你一个客人 看着面色潮红的慕俊琛 六儿意识到自己说错话 生怕对方误会 他赶忙找剑坡跑出去 不捎片刻他手里端着东西的 见此慕俊琛有点郁闷 我都送出去了 你也答应收下 为什么要还给我 经过一番推托 六儿始终不收 慕俊琛见状蹭的一下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回来后说道 六儿我跟前台说了 我可以带走你 就是觉得有点闷 想带你出去散散步 六儿一听整个人都愣了 你疯了买中就为了散步 慕俊琛委屈巴巴的 还想再说两句 可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六儿拽走 这钱花的土地 你现在就跟我去前台说不买 慕俊琛在身后一顿粉炮输出 最终六儿在金钱的感化下 决定让他任性一次 出门前慕俊琛深情地 给六儿披上外套 并一脸期待地 希望六儿带上铃铛相助 毕竟小木木能有什么坏心思 看着一脸期待的慕俊琛 六儿表示惆怯 可是面对小木木期待的掩饰 六儿终究还是屈服在了 小木木的人为之下 西溜 这个傻姑娘到底是多呆 竟然当着爱慕者的面怀人 这谁顶得住 当慕俊琛是柳夏慧门 上回说道 慕俊琛好不容易 把六儿存慧所约出来 自然不可能看着他 穿女服装女外人共事 于是乎马不停蹄地跑去 给六儿买了套衣裳 六儿也不拿他当外人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就开始换 这可怕慕俊琛准备 赶忙闭眼充当起了一脚 就这样一个异常紧张 一个没心没肺地撩了起 直到带六儿换好衣服 慕俊琛也没敢偷偷描运 六儿看着他这模样笑出了手 然后身子前倾 仔细地关起了慕俊琛的帅臉 真的是人如其名的俊俏王 接着想起了二人接吻的画面 就在这时慕俊琛讲话 六儿 你怎么不说话 是还没换好衣服 乍一下把六儿拉回了现实 他猛然推开慕俊琛 推门跑了出去 慕俊琛见状赶忙将女服装塞好 追了出去 待他气喘吁吁地追上后 赶忙问道 六儿你跑啥呀 你是不是以为我偷看女方裤子 陆怀赶忙整理了一下身形 心道还好凶没有跑乱 然后转身说道 错了你不要生气 我就是想运动运动 慕俊琛并没有深究这个问题 而是帮他披上大衣说道 你要跑 也穿上外套再跑 我还以为我做错了什么事 陆怀转身表示 你没有搓搓脚脚 然而慕俊琛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惊掉一下 六儿别捏着嗓子说话 陆怀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他发现我是男儿生吗 这不BBQ了吗 八成会被打死在这里 我是不会嫌弃你嗓子座的 不知道为什么 你这音有点像 太监 这羞耻的资讯 是我这太佛金狗眼能看的吗 喜刘 上回说到慕俊冲到陆怀是太监 还要他道歉 让陆怀表示表示 这操作在丹美界也是炸裂的 陆怀心道 这家伙脑袋里 不再想什么色色的事 为刘清白在人间 陆怀果断认识 边道歉边后退 险些栽进河里 好在慕俊冲眼几手快 将其拢落怀中 看着面色嘲讽的六儿 慕俊冲自然是要调戏上一番 六儿你今晚怎么这么容易 见六儿生气了 他又立马上去 陆怀对此很是无奈 大哥 我们就安安静静地散不好了 就这样二人溜达着 走到了公园中心 陆怀表示自己不去人多的地方 可身旁的慕俊冲熬的一嗓子 卖花的大姐 我要买花 接着在卖花大姐的鼻吹响 慕俊冲照单全收 这可给一旁的陆怀气坏 冤大头 你疯了 才不要 可慕俊冲接下来的花让他一乐 谁说是买给你的 伴随着支付成功的提示 六儿心里很难受 八百多也太贵了 也不知是谁 能让慕俊冲买这么贵的 慕俊冲一手抱着花 一手拽着六儿袖子说道 说不是给你的你还真信 雨洛就将玫瑰花塞到了陆怀的花 满怀的玫瑰花 说不心动是假的 可是陆怀知道他不能要 于是立马赛了回去 我说了我不要 慕俊冲讲话了 这可好几百块的 你好歹抱着五分钟吧 要不然我就扔了 陆怀犹豫了一下说道 那我就帮你抱一抱一抱想方便 明明说散步 干嘛要买花呀 就在他滴滴呼呼时 咔嚓一声 慕俊冲给他拍了一张美照 这可把陆怀吓坏了 不吵他拍我照片了 我带假发穿雨装 还他妈的抱着一大树莓花 想到此处他伸手 就要去抢慕俊冲的手机 慕俊冲将手机举过头顶 表示超好 才不要闪电 这时的陆怀只恨自己长度够高 跳着都够不到啊 一直从强硬变成了平静 慕俊冲也可怜巴巴的本事 就一张照片而已 又不是什么不正经的照片 六儿你干嘛这么紧张 就让我留着吧 陆怀心讲话了 这照片一定不能留 万一哪天传出去 被认识的人看到你 那还了解 于是他以脖子痒痒 要整理头发 让慕俊冲帮他拿花 然后一个闪心 蹭的一下 穿上了慕俊冲的身上 抢到了手机 并以最快的速度 被图片进行了删除除 只是六儿 咱们这个姿势 是不是有点不正乱 小男朋友不听话怎么办 这种事是没有一个褪 不能解决的 如果不行就了 这不刚从 还在慕俊冲腰间武功的小妖精 双脚占地就不认账 慕俊冲讲话了 你就是喜欢我还不承认 陆怀一听炸毛 你放屁 我喜欢你个六 陆俊冲就当他是在撒娇 一个俯身就堵住了 那张巴巴巴的小子 直接把陆怀都吻蒙圈了 我是谁 我在哪 一吻过后见陆怀愣愣出神 陆俊冲更坚定了自己的观点 你看六儿 整整七七八十一秒的法式蛇文 你都没有试着推开我 或者挣扎一些 你肯定是喜欢我 听完这话陆怀才从 甜甜的滋味中回过神 我递个亲娘啊 陆怀你清醒一点味 再这样下去 你可怎么找香软可爱的小女朋友 粉丝表示放弃抵抗的Sony 陆怀也是个提酷死不认账的 嘴里说着买中时间到了 转身就跑 陆俊冲捧着玫瑰追问 刚才那个清清库收费了吗 陆怀表示 就当春季酬兵回馈老用户 陆俊冲双眼冒光表示 那我能不能再亲一下 毕竟我可是VAP专属用户 面对这种不要逼脸的行为 咱们家六儿表示什么句 陆俊冲施展迂回战术说道 作为你的VVAP用户 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不过分 此话一出陆怀的表情瞬间凝固 你知道我叫六号就行 可慕俊冲就想跑陆怀的组 陆怀出于自我保护就是不告诉 为了已决后患 他说出了以下言论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会忍干 慕俊冲不要来找我好了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大叫 是谁在柱子后面叽叽我我 看到二人后立马赶回 哎呦歪 这不是小六和他的客人吗 小六赶忙挥手将慕俊冲赶走 迎宾小姐姐拿着大老把 不错 这么大一数玫瑰花 什么情况 顿时整个大厅的吃瓜群众都看了被 更是有两位技师姐姐燃烧着八卦之魂 上前刺探军情 陆怀脸多宝啊 捧着花就往换一间 根本不给他们机会 来到洗脸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陆怀下定决心 一定要娶老婆生海 绝对不可以喜欢上男孩 男孩未给患病的外婆治病 不得已穿上女装在会所做兼职 甚至连上学用的爱心助学金都用上了 可外婆却让她将这钱拿去买衣服 只因陆怀身上穿得太淡了 就在二人商量着这钱怎么花的时候 一只手突然出现抢走的这只钱 原来是他那个土匪就在 如果不出意外的 这三千块钱铁钉被抢了 陆怀见状肯定是不能让这个混蛋 把自己外婆的住院费贪污掉了 只是单纯的陆怀又怎么玩得过他 打着给老人交住院费的油火 他将陆怀骗出了病毒 仅仅一个转弯就开始对陆怀大胆 交你妈的住院费 老子要是有钱老子不交 你了解学习课长你知道多贵吗 就你们一劳一小事对 陆怀瞧准时机一把抓住那只猪蹄 将混蛋舅舅给放倒了 虽然撒鸭嘴 和外婆的志愿费可不夸 明天交不上钱就要贴要了 再向老板借钱 可上次的钱还没还上 随后他想到了之前其他姐妹 伴随着夜幕降落 慕俊琛来了 见六儿今天没开灯就很痛 不解的他做到了陆怀的身侧 开始各种嘘寒问诺 并表示有什么不快乐和困难都可以跟他说 就在这时陆怀主动地打开了床头灯 并直勾勾地看向慕俊琛 猛逼中的慕俊琛整个人都傻了 六儿 你是在向我索吻吗 陆怀本已经下定的决心 被他一句话给恶心道 是谁发明了索吻这么邪恶的词 可是为了小钱钱 陆怀只能不出声讲装默认 和闭眼等了半天也没见慕俊琛亲过 耳叹这事却传来了询问 六儿 你的脸准了肥事 陆怀也是满脸的问号 慕俊琛指了指自己的右脸说道 这里有点准 谁打你了 陆怀这才反应过来 可明明下午已经消准了 但被打的这件事肯定是不能说 于是他编造了一个善意的谎 说自己是不小心撞门上挡着 可慕俊琛却一脸怀疑 并决定起身去给他满娘 小六却突然说道 你说有没有一种 轻一下就不同了呢 有一种诱误 叫做以退为己 陆怀只是试探地说了一句求香香脑 慕俊琛就把持不住 嘴角流着感动的泪水 上去就是一顿嘴泡输出 从脑门到鼻梁 从脸颊到眼泪 嘴唇所不知处只留下一片温柔 咱们家小六也是甭感恩的 那也是回了一个小乡下 结果就是二人忘情的没手术 一算账不知到轻了多少钱 慕俊琛此刻心急地不想耽误一脸 直接以50个的数量敲定了这个话题 并提出了要摸摸的无理要求 小六整个人都省 连慕俊琛还上他的小腰都不自知 在那只大手顺着小腹往上 就来到今早被打的地方后才感觉到 陆怀痴痛下意识地捂起肚子 并慌张地说道肚子不能摸 看慕俊琛慌张的母亲 他赶忙说道 我怕痒 你看摸别的地方行吗 结果仅仅是抓了一下手腕 就把六儿疼得呲牙裂走 慕俊琛作为学法 怎么可能被他这个学诈骗了 六儿 你到底怎么了 跟我说句实话不行吗 你这浑身是伤 怎么可能是摔的 见陆怀不说真话 慕俊琛也有些生气了 一句多余的话没说起身走 陆怀心里这个苦啊 看来自己又把慕俊琛惹毛了 结果没几分钟慕俊琛又回来 原来他是出去给六儿买药去 外涂的 口服的 消炎止痛的都满全了不说 还要亲自为自家六儿上瘾 打小饱受凄凉的陆怀 瞬间就被眼泪打湿了眼眸 略带哭腔地说道 你干嘛对我这么好 又浪费钱了 慕俊琛在他手上涂着药膏说道 给我们六儿买 怎么能交浪费钱了 然后话锋一转说道 六儿 告诉我你的名字吧 行吗 你一直不肯对我说什么 可万一哪天你发生了什么意外 我要帮助你 至少也得知道你的名字吧 陆怀咬了咬下嘴唇说道 慕俊琛 你对我的好我真的很感情 但请你不要再打探我的意思了 慕俊琛烦躁地抓了抓自己 六儿 我是真心想要帮你 你这样 真的让人挺心寒的